这辆车的底部竟然是没有细节的 小乐高大乐曲欢迎来到我爱学的玩乐仓库 今天我们来看车 编号710现代I20N拉力赛车 现代N品牌是现代汽车旗下的高性能车型 类似于奔驰AMG 宝马AM等 但相比于两者 现代N会便宜不少 而目前国内已经上市了伊莱特N 后续还会有其他的N品牌车型上市 而这一辆赛车就是以I20N为基础改造的赛车 我相信经过飞驰人生的科普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赛道上的I20N跟日常生活当中的I20N 基本上也就只有个车盒子是一样的了 I20N是一辆两箱车 所以这辆车虽然也是1比64的比例 但是它的个头比我们之前的那些1比64的车 要短上一些 长度约为65.8毫米 宽度约为31.3毫米 高度约为20.7毫米 车重39克 虽然这一辆车第一眼看上去非常的精致 让人忍不住想要拿在手里把玩 但是你下手拿的时候坏血 要提醒你一下 它两侧的后视镜是软胶的 这个强度总觉得拿的时候心里有点慌 反正你拿着把玩的时候多注意点吧 这边就别捏了 我们凑近观察这辆赛车上面的涂装 真的上面的涂装相当的细腻 它是以真实的赛车为原型制作的 所以上面的细节真的可圈可点 我们上一张真实赛车的图 怎么样 跟它几乎一模一样吧 注意一下后窗上的驾驶员和领航员的姓名 他们两人的照片 我已经打在视频上了 作为一辆赛车 它的车头直接是和散热水箱结合在了一起 而它的车灯呢 看上去应该是透明的分件 但是在透明件上面呢 又有印刷 引擎盖当中大大的翘牌标志 一眼就能看到 其他的赞组商呢 也能够一息勘清 真的 就图中的品质而言 我觉得这一辆 迷你机器的710相当的出色了 再来看一下车尾 这边是中置的单排气管嘛 看上去似乎有点小气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是一辆混动车 这辆车的底部竟然是没有细节的 稍微有点可惜 迷你机器在推行上面自然是不用贪心的 看 推起来相当的顺滑 完全没有卡轮 把它和我们之前青岛啤酒涂装的保时捷赛车 放在一起展示 我觉得这一辆迷你机器的赛车 涂装看上去更为细腻了 而且迷你机器的这一辆完全不卡轮 这辆保时捷呢 前轮这边稍微有一点卡啊 看来真的是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呀 现在你在市场上面差不多100元左右 可以买到一辆迷你机器的710 价格呢 其实跟我们这辆保时捷是差不多的 那这两辆价格差不多 表现却不一样的赛车 你更喜欢哪一辆呢 好了 今天坏雪的玩乐仓库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